秦時明月 漢時關 萬里長生 人未還 但死龍城 飛降賽 不叫狐馬 杜英山 這一首是委員老師蠻喜歡 這是王昌林的初賽 他裡面所提到的內容呢 就是說在一個古城當中 這士兵防守得非常的辛苦 就想起了 以前 有這個很棒的龍井 比如說有龍城飛降 就是說那個防守非常的堅實 然後有很厲害的飛將軍 可以殺敵 但是現在都沒有了 怎麼辦呢 難道要叫這些所謂的匈奴人 要叫這些所謂的外來族群來侵佔 我們的國土嗎 有這樣的一個意境 那委員老師跟各位講 套用到排位股市當中 你今天會想一件事情 什麼樣的事情 其實在選舉過後 現在的行情大家想說安啊應該沒事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 今天的盤面 漲歸漲 但是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犀利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樣的強勁 各位朋友對不對 為什麼呢 有幾個理由 我們會在節目當中跟各位說得很清楚 第一個跟期貨有關 第二個跟結算有關 第三個呢 還有什麼節目當中跟大家報告 所以呢 彈時龍城飛降賽不叫胡馬 杜鷹山 委員老師要當你的龍城飛降 要協助你在台北股市當中 該賺到錢 趕快賺到 還有什麼標股 值得做留意 今天節目跟大家 做分享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得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 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威恩老師 在選後的第一天 今天的行情我覺得表現上面 還算及格 為什麼呢 因為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當然選舉過後 今天大盤是呈現了一個 開高走低的格局 我們來看一下大盤的走勢 今天大盤開盤是17632 最高點 盤中跌到多少 跌到17532 中午又拉上去 但是尾盤又稍微收下來 那我們看K線 你看這個K線 今天的這個大盤K線 其實落在月線下方很多天了 我覺得稍微要注意一下 為什麼我跟各位講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看這個地方 他落在月線之下已經幾天了 來換個顏色 換個黃色的 從這天開始起算 這根黑K開始起算 已經123456789 已經9天了 9天喔 落在月線下面 已經9天了 不是9天玄女 降落降落 不是啦 不要真的降落好不好 降落就糟了 不會降落啦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什麼 現在這個行情 該怎麼去看待 你看已經在這個月線壓在下面 所以 他現在需要的是一根 代量的什麼 上漲 代量放量的長紅 把行情拉上去 可是短期上面來看 有一點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禮拜三 是台子期的結算日 所以現階段的一個行情 就會糾結在這個地方 卡在這個地方 大家就去想要接下來的行情 還有沒有機會再續工 我跟各位講答案是會 但是呢 時間會落在 這個禮拜的 下半週 我先預告在前面喔 會長 而且會上月線 時間會落在這個禮拜的 下半週 就是在台子期結算 過後 台肥股市就會重新 站回到 月線 之上 這是我先給大家的預告 好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喔 今天其實喔 現代的行情大家今天想啊有點開高手低啊 雖然指數漲歸漲但是表現就沒那麼犀利嘛 所以我跟各位講 大家都在想說如果有 龍城飛降幫我就好了對不對 選到標股 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我們跟各位講股票還是那麼樣的強勢 來我們看一下 你看這個是訊息 連標三天 標不標 超級標來投票你看 你看 今天又漲了4.77% 最高漲到198元 你看有沒有標不標 超級標啊 對不對 那我們之前跟各位講什麼 玻璃 有沒有 從這裡125我們買 一路漲到186塊 6170的炎陽 今天這個統政 然後呢6579的炎陽 今天拉回對不對 我們高點也輸得漂亮啊 我們在哪裡買 145會員都能見證喔 145買 高檔靠近170全部輸新 我等他壓回來我再來布局 這個是 股票的操作應該是這樣 這一檔我們還是看好但是絕對不是幹嘛 從頭報到尾 你從頭報到尾你從170又報到155 你喔 你大賺喔 本來大賺變成小賺喔 哇那就 心情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都幫大家考慮進去啦 另外像這個也是啊 6170同勝 我跟各位講這檔早晚會上去 他基本面非常好符合三位 而且呢他漲過又休息喔 這種標的 他只要一漲 後面那個機會就會很大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講你看幾個消息喔 接下來的航行我認為說還是科技類股為主 為什麼還是科技類股為主 你看一個東西喔 這個叫做AI效應 微軟的市值是超越了蘋果 要升為2024年的 第一大股票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號 我今天早上中視有講過 非常重要訊號來各位同學們看一下 微軟的這個股價 這個microsoft 我們看微軟 微軟股價已經攻到這邊來了 已經漲到這裡來 它的市值 是超越了蘋果 他就代表什麼宣告AI時代確定是沒問題 因為一個時代 最主要的主流在哪裡 當然就是看市值最大的那個股票 那絕對不會錯 那現在呢 2024年全球第一大股票叫做微軟 哇 翻身啦 大翻身 它不是前雨啦 可是真的是大翻身嗎 為什麼 因為AIPC 所以它會帶動接下來整體 2024年的大行情 所以我為什麼跟各位講 半導體 科技股 我都講了很前面喔 11月12月我一直在講半導體科技股 中間只是插花一下航運股而已喔 對不對 那當然航運股我們今天有時間會再來講 我今天在D卡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什麼東西 就是說有投資人在問說 如果我 時間回到20年前 回到20年前我這幾支股票 不然像中華電信 元大0050 台積電 富邦金 聯發科 長榮 洪海 如果 都是放1萬元的狀態是這樣 20年之後 會變成 多少錢 你知道嗎 想知道嗎會變成多少錢 這個有趣喔 我覺得這議題有趣喔 這些標的都是不錯的股票嘛 你要嘛就 0050 要嘛就台積電嘛 對這些標的你放了20年之後 發生什麼事情 我特別把他這個 相關的這個影片 我把他抓下來 跟各位來講 相關的影片來我把他等我一下 這個影片好 OK好我們可以回來了 來我播一下他做了一個影片 我給你看 他發生什麼變化呢 20年後 你看一開始鴻海領先喔 台積電喔 聯發科喔 變來變去對不對 台積電一直領先喔 後面呢誰慢慢的跟上你注意看喔 長榮有沒有 開始往上攀爬 所以你看 結論 你看我跑完了我再跑一遍 那你再看一遍 來再看一遍 這幾檔股票的市值的變化你投入1萬塊之後 經過時間2012 13 14 15 16有沒有 17 18 19 20 21 一路到 到現在2023 最後發生什麼事情 有沒有 這已經放兩遍了 沒關係我直接給你看這個 來 台積電 變多少 稍微黑一點點 沒關係來我唸給大家聽 變多少 16萬1000塊 你本來1萬塊你放了台積電放了20年之後 他翻了16倍 長榮 翻了8倍 聯發科 變成 4.8萬 中華電信 4萬1 0050 39000 富邦金 3600 鴻海 1萬4 老師啊 我紅海 放20年 通膨都吃光光了 1萬4 你本來1萬塊變1萬4 我覺得你放台營就好了 不是嗎 對不對 不是嗎 所以選誰是大贏家 台積電 2330台積電是最大贏家 16倍 就算你航海王 航海王也有8倍 聯發科 好所以我跟妳講一個 邏輯是什麼 你從這裡面去看 放了20年之後 台積電賺最多 所以台積電代表什麼 護國神山 對護國神山 它是什麼產業 半導體 科技股 對吧 聯發科第三名 長榮是因為這個是 怎麼講 天時地利人和 剛好他有疫情的紅利 現在又碰到什麼 鴻海這個馬斯基這個問題 運價飆升 這總是 10年來一次 這個10年不開張開張吃10年 大概就是那個 航運股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你如果要買航運股可能要報10年的行李準備 說不定你就可以翻8倍 不錯啦 好不好 好啦所以不管怎麼講你看 誰能夠讓你賺最多台積電 有沒有 富邦金反而是幹嘛 也不多 0050 跟你想的不一樣 0050只有3.9倍 很多人覺得0050可以 賺很多 其實沒有 反而是股票的價差是比較大 那重點在什麼 你選到對的股票 那個價差可以拉得很開 那價差可以賺得很多 所以為什麼我跟各位講說 很多的股票 其實都很大機會 包含我們策標所寫 華麗轉身正要發動 它是一檔股票 我今天不會開牌 他叫做華麗轉身 他正要發動 這檔股票 他的邏輯都跟什麼 來我跟你講 他的邏輯 都跟我們之前選誰 選那個 玻璃 8467玻璃 選玻璃 我們選炎陽 有沒有 我們選6451的 這個訊星 那邏輯都是一樣的 第一個低檔 夠低 第二個 基本面非常好 機息夠低 然後價格大概都是100多塊 中股票其實漲起來就是 五成一倍 就很有機會 因為你太低價股票其實 有時候太投機 他沒辦法 可能就是怎麼上去就怎麼下來 大概就是這樣子 可是100多塊股票 原則上 都是具備一定的底細 一兩百塊 差不多啦 都具備一定的利基點 所以這是後面我覺得 大家要去注意的 那我覺得我們這一檔已經 陸陸續續 準備 開始要做一個什麼 佈局的一個動作囉 好 那我們繼續再講 你看 禮拜五 昨天 應該說上禮拜五 晚上的美國股市其實 就是沒有表現太大 漲跌互漸 那 原則上我覺得重點是在接下來 為什麼因為今天晚上美國股市休市 馬丁路德紀念日今晚是休市 大家記得 之後委員老師會告訴你 對不對 可能很多人都跟你說 看今晚美股怎麼樣 那就不專業了 今天晚上美國股市休市 來 所以我跟你講AI效益 微軟市值超越蘋果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一定要記得這個訊號 就像我剛才給你看的嘛 你台積電這些股票你放1萬塊經過了20年 對不對我直接給你看結論嘛 16倍台積電就是16倍嘛 所以你到底應該放 你應該投你的資金要投放在哪裡 這答案很清楚嘛 對不對我們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 有數字來講嘛 對不是我感覺嘛 對你感覺我給你選頭沒有 我給你選你又選誰 可能很多人會選0050 對不對可能選富邦金 可是最後結論呢 結果是什麼 台積電 還有一個族群今天表現也是非常的強勁 我相信投資朋友都有看到 叫做神盾安國相關的集團 那今天神盾是停牌 聽到嚇死停牌 是怎麼樣對不對 來你看一下今天 是沒有走勢圖的 來投票你看一下 停牌 為什麼停牌呢 他下午要有重大宣告 市場推估 大概七八成又是併購 可能要併購什麼公司 那我為老師推估 因為 我推估大概就是併購 要嘛IC設計 要嘛IP 這就是跟之前 類似 可是代表他的版圖越來越大 所以今天漲誰 8054安國 朋友來 盤中一度促起漲停 然後把他再移走 有沒有 有沒有 一直創新高喔 有沒有還有誰 還有誰 6684安格 哇這個很厲害啊 有沒有 漲到93.6 還有誰 各位朋友 還有像3530金像光 有沒有漲到107他也創高了 也創高了 還有一檔 遜潔6243遜潔 也漲停6695星頂 這些都是 神盾相關集團的家族 那其實 這個相關資料我送過兩回了啦 對不對 這是第3回啦 那每一次都是得到熱烈迴響 那這一次我跟各位講 他們代表叫做IC設計 那IC設計這個族群裡面 你又要找什麼 又要低基席 又要具備什麼 爆發力的 具備爆發力的 這個就非常重要 這我特別抓了四檔股票 我列了四檔股票 放在我們的Lite當中 要請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直接來做索需 那怎麼樣加入我們的Lite 很簡單 各位有沒有看到下方的帳號 小老鼠 MLE888 小老鼠 MLE888 先把它做輸入 先加起來 Lite先加起來 那加起來之後呢 我們會放在 首頁當中 首頁就是你加入我們的Lite之後呢 畫面的右上角 會有一個小正方形 你把它點選進去 先加些 你先加進來呢 你會看到接下來這五檔 四檔 5X5X 6X3X 6X3X 8X9X 有四檔重點的IC設計股票 裡面呢 大部分基席都是低的 而且有中低價的 也有稍微高價的 真能夠 滿足所有 不同投資朋友的一個需求 因為有人喜歡中低價股票 有人喜歡中高價股票 那不一定 那也不能說誰好誰不好 所以呢 我滿足大家需求 小孩子才做選擇對不對 高價的我們也有 中低價的我們也有 我們都列在裡面給大家看了 所以呢 這四檔 重點的股票 我們放在上面跟所有的 投資好朋友做分享 安國他又噴啦 對不對我們之前跟各位講 神盾又噴啦 今天神盾 神盾沒辦法噴 老師為什麼神盾沒辦法噴 因為神盾停牌啊 今天停牌一天嘛 沒辦法噴啊 對不對 那你看他之前有沒有先漲 有啊對不對 我們之前給各位資料其實都在 相對低檔這裡啊這裡啊這裡啊 都在低的位置啊 你隨便買其實都還有機會創新高啊 各位投資朋友對不對 所以當這個行情我覺得是欲小不易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盛 他的行情空間很大 那個股的部分 薇老師我都會幫你精打細算 精挑細選 到底什麼樣個股值得做留意 什麼樣個股 有一些我們會請會員先做佈局 比較直優的比較好的或是剛發動的 我們看到那個盤中 那個機會來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做切入了 我覺得這是最實際也是最實在 最快速的方法 包含像安國 包含像華麗轉生 我覺得都很大機會 我們前面跟各位講的訊息 你看今天訊息又創高嗎 訊息又創高 我攻到198塊喔 這個漲幅不會比誰差 不會比那個誰 玻璃喔 不會比玻璃差 有沒有 那玻璃漲多的時候我跟你講 漲多拉回稍微休息整理 對啊 我講很清楚 另外像2353的 宏基 真的是 很多投票最近套在上面 有點頭大 老師頭很大怎麼辦 為什麼都不會漲 微軟股票創新高 他居然不漲 這個是 我跟投票講 這個就是資金的輪動 非常快速 你看比如說像這個 3706的省打有沒有 反彈上來 他又黑K 所以我跟各位講過他反彈是要調節的 反彈是要先做獲利減碼的動作 對你來說 才是一個有利的 你這個時候 投票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你看喔 很多人在這邊去追省打 這邊追了 跌下來了 我等他反彈 反彈再來賣 真的反彈了你也沒賣 讓他今天又 你看這兩天又跌下來了 你就會覺得好可惜 早知道我賣就好了 對不對 那我跟各位講看 你那個邏輯要通 這個是時間成本的關 你現在還在跟他耗 2353宏基 他不是不好 2329華泰 他也不是不好 可是你現在 花了很多的時間精神 成本在跟他耗 特別是你去追高的 比如說偽創 昨天禮拜五很多人很興奮 覺得他又要噴出了 可是今天反而幹嘛 反而又 又有點 遇政乏力 對不對又不太行 所以你在這邊是消耗 第一個 你消耗很多東西 你知道嗎 第一個消耗你的時間成本 時間就是金錢 當 偽創在這邊 混的時候 有沒有 多少股票在飆 你看我不要再講了 有沒有 對不對 多少股票在飆 我們來看 8054安國 有沒有 多少股票在漲 但是呢 你呀 這個 擔煉一枝花 你一定要等到他漲 當然這個是你的選擇 但是投票不要再讓自己的不賺錢 再當作藉口 不要再把這個當作藉口 我等他反彈 我就一定會怎麼樣 可是反彈了 你卻又沒有做 那最終 似乎 又回到了你當初的那個 拗悔當中 那就會像白老鼠這樣啊 不是白老鼠 這個就更正一下我的說法 抱歉 就像天竺鼠 好不好比較可愛 小倉鼠 有沒有 他輪曲裡面 跑跑跑跑 覺得我要跑到 鏡頭了 我要出關了 我要出來了 結果發現到最後還是一樣啊 對不對 所以你一開始 就發覺不對的時候 你就要調整了 但是投資朋友往往沒有這樣的勇氣 所以怎麼樣解決 網路有梗嗎 誰給你的勇氣 對不對 梁靜如給你的勇氣 對不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 現在的行情是這樣子 你當你發現不對的時候你要趕快調整 那你要什麼調整 你要嘛就是什麼 當行情 那個線型剛突破的時候趕快做切入 比如說我們跟各位講過像玻璃嘛 剛突破的時候我們趕快做切入 或者是低檔 後發現制 我買的更低買在125塊 那個時候我跟各位講過 我講的都不理我為什麼 玻璃這什麼股票對不對 怎麼可能會漲 怎麼可能會漲 我跟妳說是做碳纖維的嘛 從這邊開始 第一根 好像有點細喔 看一下 第二根 真的不錯 第三根 太強了吧 第四根 2024年 第一標股 大家都相信 是不是就下來 就休息 真的都是這樣 你要相信 我跟你講 所有股票都一樣 當很多人都衝進去都相信他的時候就煎糕點 這不是什麼技術分析籌碼分析去講 這就是人性 大眾心理學 就是人性 你看 2353宏基 一個月前的宏基跟現在宏基一樣嗎 一樣啊 但是股價有沒有一樣 當然不一樣啊 你的宏基還是你的宏基啊 對不對 但是你的價錢是55塊 現在是46塊啊 對啊你現在 再加碼也不是 不加碼也不是 因為你買了怕它又再跌 你不買你怕它反彈 又少 能夠少賠又沒機會 所以就變成這樣的窘境嘛 你又發覺做股票到最後 會虧錢的輪迴就是這樣子 對齁 所以你一開始的動作是非常重要的 你聽我老師跟你講 一開始的動作真的是非常重要 你一開始 能夠減少越多的錯誤 我一開始越能夠站在賺錢跟對的那一方 你後面就會順利的非常多 你要相信我 投票這是我的經驗談 當你一開始就做對的時候你後面會順很多 所以你一開始就要做對的選擇 一開始就要 方向邏輯就要正確 不是說我猜猜看我賭賭看 大家都說很好啊我來試試看 我跟各位講最後你就是全部都套牢 全部套牢 你就糾結我要不要加碼還是要出 最後所有很多的標股都跟你無關 然後當行情在漲股票在漲 你的股票還是在套 最後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等到最後受不了了 你把它賣掉然後停損了又去追高 那個輪迴又來了 所以為什麼投票不會賺錢 答案就是我已經跟各位講很清楚 其實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冷靜你一定要先做好邏輯的規劃 先想好 行情的操作你應該怎麼做 比如說你看有沒有我們都規劃好了 訊心大賺 有沒有 禮拜四買進禮拜五噴出獲利出一半 你看這就是我們的邏輯 這就是我們的計劃 我都先想要進場之前 我都想好後面會怎麼走 那如果這樣 如果走A模式我會怎麼做 如果走B模式我會怎麼做 如果走C模式我會怎麼做 我都已經先想好了 我進場在會員買之前我就已經先想好了 但是投票你反過了什麼 你是先買了之後再來想說這個會不會漲 對不對不一樣啊 你就是衝動型購買要去買對啊 後來就全部都套牢 所以你要先 邏輯一定要先想清楚 那像CPI 我們也是提前跟大家講 對不對禮拜四公佈我們禮拜二禮拜三我就跟你講也沒有什麼老師在講 對我跟你講3.4就會震盪有沒有震盪 然後我跟你講選後行情會漲 我之前給各位一個統計表 選後行情上漲機率是幾乎100% 今天有沒有漲 有啊有漲啊對不對 對不對是不是漲了 所以你要知道說我們到底如何提前布局提前規劃 我還是跟你講大軍未動良草先行 對不對我們都先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所以你看我們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銀幫 秦成立基具有科技來我們來看看 表現其實也是相當不錯 相當不錯 你看這個具有科技有沒有 股價還是創高有沒有 他也是橫向整理很久 這裡整理很久然後往上噴出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行情你不要錯過我來 你不要錯過我來 我們要這次要跟你分享資料 今天要跟你分享資料 安國又噴啦 安格也噴漲停啦 神盾集團都大漲 所以 他很明顯 會去帶動誰 會去帶動IC設計 接下來這些精選的股票 第一個他們低基息 第二個他們具備爆發力 我覺得這很重要 先趕快來知道 是拿五檔股票 裡面拿四檔股票 裡面有 高價位的 也有 中低價位的 也有基息 比較低的 也有基息稍微高一點點的 簡單來說 這個環肥厭壽 都有 好不好四檔股票 這個溫文老師精心挑選 5x5x 6x6x 6x6x 8x9x 我們都放在我們的LINE的裡面 放在首頁當中 讓各位來做所需 那怎麼樣加入我們的LINE的 很簡單 請各位掃瞄 畫面 你看到了這個QR Code 這裡也有 我們兩個QR Code 都可以做掃瞄 或者是你輸入我們的LINE的帳號 小老鼠MORE888 小老鼠MORE888 先做輸入 先搶先贏的動作 你比別人 找一步看到 你找一步做準備 而不是說 航行來了 或是航行在漲賽點 兵荒馬亂 對不對 自己嚇自己 往往最後 就只能產生虧錢的結論 虧錢的署名 所以不是如此 你有沒有想過我跟各位講 其實 薇老師我跟各位講 我們跟各位所分享的 都是10幾20年的經驗 我們看過很多很多的投資人 犯過很多的錯誤 那我們一步一步幫他 調整好修正好 讓他重新開始賺錢 讓他大賺 對不對 讓他賺到信心 賺到財富自由 這就是我們 開心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要先從 先從你要思考的邏輯開始去做 你買股票到底要怎麼買 什麼點要進什麼點要出 那邏輯 失落要很清楚 很多投資人一路追高一路套 套到現在真的是 套死 你看那偽創160塊 套到現在 你會開心嗎 禮拜五偽創反彈你會開心嗎 你不會開心嗎 來我再看 有沒有 2376技嘉 有沒有 有沒有 套在380的人 370380的人 今天會開心 今天一樣不會開心 因為所以你 高點位置買不對 你學費就繳不完 真的啦你學費就繳不完 因為你一直重複一樣的動作 你怎麼會妄想說 今天的你 你突然變一個人 你明天會大賺錢 你明天選的股票都變標股 明天都每一次都漲停板 這不可能的事情嘛 對所以你要找別人來幫助你 最快的方法就是複製別人成功的經驗 或者是你觀察一個老師 他所講的內容 他有沒有 有條理有邏輯的分析 股票事先跟你做預告 不是每天什麼漲停板然後拿出來跟你說 這個漲停板 不是吧 玻璃我們先講 訊心我們先講 對不對 鹽氧我也先講 我都先講 給各位吃豆腐 我都先講 大盤我也跟各位講 連總統大選之後的規劃我也講 CPI我也講了 你看哪一個老師這樣 全部都講在前面 不管股票不管大盤不管總金 我們都先跟大家做預告我們不用 不怕對或錯 我們正確機率是很高 各位同學對不對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接下來的行情當中 你要 怎麼樣去面對你說老師我需要龍城飛降 我就是你的龍城飛降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聲這行情是會幹嘛 會是一段一段不斷不斷的循環 但是你必須在第一時間站到對的位置 有一句話叫做你站在風口上你就會吹嘛 你就會飛起來豬也會飛嘛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接下來的行情當中我跟各位講 你要去想清楚 後續的行情該怎麼操作 那我們怎麼做 就是採取三位一體的策略 所以你要嘛就是找突破的短線價差先賺 要嘛就是買低檔的 後發先制賺他個五成一倍 我們怎麼採用 三位一體 怎麼樣三位一體 毛利率跳升 EPS成長 EPS成長 然後營收大增 向上突破第一根 這個簡單就叫做噴射機懸股法 剛噴出 油轉機 籌碼經過設計 噴射機 漂亮 這幾檔股票都是如此 這股價表現其實 真的都相當相當不錯 那我覺得 接下來的行情當中你要怎麼去看 我們三位一體懸股法 就是資金的共識 標股的公式 你低檔佈局 你的勝率至少比別人高出三倍 投票朋友你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我們有一些 會員 資金大的 我不能帶你去什麼 找一些奇怪怪的股票 去追漲停板 我們一定會帶你買什麼 基本面很好的 很直優的 但是他又很低檔的 又符合三位一體的 那個時候現行還沒有很漂亮的時候買 當他噴出去的時候現行就會變漂亮了 很多人就進來追啦 就幫你抬轎啦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幾檔股票 能這樣算就是如此 就是大家看到技術面沒有很漂亮的時候要買 但是 沒有很漂亮 他必須維持在多方格局 這個就是很多的秘密跟技巧 我沒有辦法節目當中講那麼清楚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你看玻璃 這裡你覺得技術面漂亮嗎 老師他壓在月線下面 怎麼會漂亮這空頭格局 不會看的人就會跟你說 來有沒有 玻璃在這個地方 他會跟你講什麼 這不會漲啦 這個壓在月線下面怎麼會漲呢 那就是你 對於所謂的行情的分析跟技術分析 沒有那麼透徹 那我為什麼判斷他會漲 這東西每個很多啦 我節目當中也 不夠時間講得那麼清楚 對不對總是我們有先跟你預告嘛 這邊不會有人買的 那你看 到180每個人都說 不錯喔 有買喔 今天又沒有了 所以我們的佈局都是這樣子 特別是資金大的會員 特別是資金大的會員 我們 因為我要讓你一定要賺錢 這我給我自己的 期許 我們資金大的會員我一定要讓你賺錢 所以我一定會把風險考量進去 先跟大家說我會把風險考量進去 所以有時候我跟各位講股票說 老師這個還沒有漲呢 會漲嗎 那就對啦 有沒有 當你有第一時間的反應上 我跟你講這一檔就是標股 就是這樣子屢次不爽 所以華麗轉身正要發動 你千萬不要錯過 千萬不要錯過 好anyway不管怎麼樣來 你如果想驗證華麗老師的 網路上所有的好朋友 沒關係你先從這份資料 你先鎖取到 先看再說 驗證華麗老師的實力 再來參加也不止 你先來驗證我們送給你資料 你先來看嘛 對不對 IC設計精選股票 DG期加上爆發力的 5X5X 6X3X 6X3X 8X9X 請各位 加入我們的Lite 放在手藝當中 我們的Lite帳號在下面 小老鼠MORI888 小老鼠MORI888 請各位 趕緊趕緊的來加入 對大家 會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OK 那原則上明天的行行 我們依然認為是有相當大機會 只是 選股的 地方 選股的邏輯 你必須 跟我們同步 才能夠 賺到 最大的利潤 OK 好那我們今天節目 就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 分析的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 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 最新的消息喔 摩爾證券投顧 0800 66 8085 本公司 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